好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当然今天的重头戏还在于露骨的开始 果然还是强强棍 那么待会还是除了露骨之外 还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分享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 那么中小企业大概都需要面对什么问题 接班的问题 好 在接班的时候 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到底要传子还是要传贤 你这么大的庞大的家业事业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顺利的留给第二代 我们待会会请专家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到底传贤传子 那么哪一种比较适合现在的一个 潮流 那当然那你不同的选择方式 你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考量 像现在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这几年台湾都在倡议 传贤不传子 因为你如果儿子真的他没有兴趣 或他没有这样方便才能 你就让他当个单纯的股东就好了 那单纯的股东 其实有人替专业经理人替他赚钱 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儿子女儿会受苦的 但如果说儿子女儿有这样的能耐 那你又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接班计划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个探讨 那么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呢 有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那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无真 这么进入财富的传承 其实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哎呦我们也不是大富大贵人家 我们也这不需要在乎这件事情 可是说实在你只要社会新闻看多了 不要说大富大贵人家了 为了三万五万五十万 说实在的 这个兄弟姐妹呢 炒成一团 炒成一团 如果你只有一间房子 哇也是好 这个闹上法庭的一堆的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 用法律的一个观点 好好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我们待会在两点钟的时候 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好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也请大家在两点钟的时候 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 就是有广播跟直播 好今天的雨其实蛮大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比较早出门了 因为我们去参加一个论坛 是跟这个诈骗就是有关的了 所以我们去参加那个座谈 而我早上还叫不到车子 我就发现到说今天的雨势 真的比那个之前放台风天的 那个雨势都还在大一些了 那有看到气象组 中央气象组发布豪雨特报 那么今天像宜兰县就有局部的豪雨 或者是大豪雨 那既用北海岸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有局部大雨 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状况 这个影响会影响到晚上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觉得雨真的蛮大的 那如果说你出门的话 要早点出门 因为你要留意一下这个交通的时间 不然的话你在一般在路上 你叫计言车也不是那么的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下午要出来办事情的时候 可能要提早个10分钟20分钟的 不然你会非常非常的赶 像我今天在到这个中广路上 也是叫车叫了蛮久的 那连APP叫车都要等的非常久 所以如果碰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 要自己留意一下这个时间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机有很多的APP 那么这个APP其实有一些都很吃你的流量的 好哪一个APP是流量冠军呢 大家有没有猜到啦 流量冠军也好 流量怪兽也好 你有没有猜到啊 那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猜到了 你这个APP当中呢 你只要点它 我跟你讲5分钟 5分钟 哇你这个消耗的网路数据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有没有猜到啊 你有没有看啊 YouTube 就很多人滑一滑就会想要看一下这个YouTube 那这YouTube就是我们的流量怪兽 那么第二名就是串流平台Disney Plus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吃流量的一个怪兽了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啊 刚刚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你会觉得说 你的手机的APP都超吃你的流量的啊 那当然也许你跟我一样 不常看这个YouTube啦 或者是追剧 但是有一些啊 其实也蛮蛮吃流量的啊 就就我就会用到了 像Google Map 其实还是有第六名 第六名 那另外如果你没事 你要滑滑IG啦 然后你要这个看脸书啦 或者叫Uber 哇这个流量其实都在前十名以内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提醒大家好好睡觉啊 那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说实在的 这个节奏越来越快 那因为工作啦 压力大啦 你学习啦 或者是你跑去玩 就会养成一个熬夜的一个习惯 那现在有很多人就关注了 像2023年哈佛就哈佛大学 那么就针对6.4万名的 就中年健康女性 那么他会进行了八年的跟踪 就发现到说 如果你熬夜的话 你熬夜的话 那你罹患糖尿病的这个几率呢 其实高一点 好更高一点 那如果说你熬夜之后 你还有酗酒 你还有抽烟 你还有营养不良的话 你得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另外他们还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越晚睡觉的人越容易胖 好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糖尿病我们可能没有遗传 可能自己不会碰到 可是女生都会怕胖 所以现在呢 要提醒大家 越晚睡觉 越容易胖 好 你晚上八点到十点入睡的人 好 那么相比的话 你只要延迟入睡 两个小时 那么你全身肥胖 跟你这个腹部 好就是你肚子的这个 呃 腹围过大的风险 都明显的一个增加 好 一样 你十点到这个十二点 好 你全身肥胖的风险增加8% 那你另外 你凌晨十二点到两点 好 就是你全身的肥胖风险增加19% 所以你看到月晚睡 好 然后你这个变胖 好 你这个肚子变大 好的一个这个几率 都比啊 这个早睡的人要增加很多 那到底 你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那到底多晚睡觉 算熬夜呢 哦 晚于晚上十点入睡 就算是熬夜了 好 这样子大家都熬夜了 吧 我想 很难得有人会在十点 有 你们家如果有小孩比较 比较小的 如果说小一到这个 幼稚园当然也包括了 我的意思是说 大概差不多 嗯 九年级之前啊 大概都还很容易在十点睡觉 十点之前吧 但你过了 嗯 对 你过了九年级 十年级 应该就比较比较难了 因为客业也繁重了 然后 他的这个 外物也变多了 那晚上呢 睡觉就会比较晚 小孩晚睡觉 大人也都跟着晚睡觉了 好 另外呢 当然昨天有看到一个讯息啊 就是台湾 股市的名人阿土伯 其实 跟他还有一点亲戚关系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有点 有点难过 我还 嗯 对 我那时候 他还没这么红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了 对 他就 呃 在那个 大稻辰那边 跟我公公婆婆都是世交的 呃 好友 然后我觉得不慎唏啊 因为我公公婆婆也走了 好 然后这个阿独伯也走了 然后我觉得最难过一件事情是 前不久还有很多的诈骗集团 用 用他的照片 好 那我就发现 哦 照片都 都 我公婆都呃 呃 过世蛮久了 哈 所以也是有点不慎唏嘘 就诈骗集团之前还 还用他的这个呃 名义 然后叫大家怎么加赖什么的 那后来我看到今天他过世的新闻 还有讲说他最后一次出席 公开的活动 就是在那个 那个那个提醒大家哈 就是那个诈骗很多 好 诈骗很多 所以你看诈骗这这么多了 他还在推广就是诈骗的意识 然后现在 嗯 对啊 就就就就 人就过世了 哈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投资的讯息了 哈 就是鸿海的科技日 那么是在今天正式开跑的 所以除了这个 呃 电动车的焦点之外呢 很多人也很关心 好 很关心股价的一个表现 那么待会我们一点半 那么收盘之后 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台股的 呃 分析 那一并会跟大家来看看 那个鸿海的一个股价表现 那事实上鸿海在科技日的时候呢 他有呃 宣布几个亮点 包括深层式AI 那么有三大平台啦 国际化啦 还有策略伙伴的呃 呃 关系 那他会呃 展现完呃 完整的AI解决方案 好 有三大平台 融入AI的全面应用 还有就是鸿海在创新跟科技成果的一个呃 呃 展现啊 这也就是让大家呃 很关注好 这个鸿海科技日好 的一个呃 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股价好 好 另外呢 就是中国大陆股市 哇 最近真的是 涨涨涨饭 因为他其实是呃 有十一场价 所以国内啊 我们我们昨天啊 前天一直在讲 就是有一档 我们就不要讲哪一档 就是有一档啊 陆股联动的ETF啊 他已经溢价了 就溢价了一倍多了 好 那因为为什么溢价一倍多 还有这么多人去去去追呢 好 那溢价 大家都会知道嘛 就是你是ETF 你的价格应该要跟这些追踪指数是一样的 那溢价就是你买贵了 可是买贵还有这么多人去追 而且这买贵是买贵一倍啊 就像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嘛 我就说你去买个便当 你平常买个便当大概150啊 可是你你今天去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哎 便当300耶 你买不买 买 好 因为你觉得会到400 可是你都不想一下说 哎 这便当一般都是150啊 就算你涨个一层两个 160 加个蛋什么的 也不可能涨到这个300块了 所以溢价幅度过高 一定会修正 像他今天就出现了一些修正 但大家就在关心啊 就是好 那你这个中国大陆股市 因为有他们有修那个国庆嘛 十一长假嘛 那你开盘之后呢 我跟你讲 有人持续看好 有人去空他 那大家猜猜看 其实今天还是暴涨的啦 你很难去猜 对不对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目前看起来台股市下跌 131点了 好 今天的台股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摩尔投顾的分析师 谢明哲 明哲好 云门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大家很关心的股票之一啊 就是鸿海 鸿海今天科技日 可是我发现到外资昨天就开始卖了 那为什么这外资要这么急的卖呢 太不给面子了吧 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说其实外资的一个买盘 它是来自于说对于营收的事件的交易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鸿海他其实在每个月的营收公布 他都有固定的时间 就是跟大力光一样都是每个月的五号 因此当时在礼拜四那个时候 其实鸿海的股价有先行去做一个表态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市场会预期他整体的九月份营收 缴帅的成绩其实应该不差的状况之下 那先行去做一个买盘 那在营收公告之后 就先行做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获利下车 那加上说股价其实也来到200块钱的一个整数大宽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比较震荡的一个表现 但就如同刚刚韵芬姐所谈到的 就是说这两天其实是这个鸿海的科技日 那这个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的是说 过去大概就是一天 然后在那个郭台铭董事长的生日 但这一次其实在明天是有开放民众去做参观的 所以我倒觉得说就热度上面其实来讲 应该是会有机会做延续 再加上说其实之前吴俊逸发言人他也谈到 就是说整体的这个GP200的伺服器 会在11月份开始做生产 12月份开始出货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其实对于鸿海后续的一个展望 应该还是可以比较乐观来做一些看待 那你今天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陆股 陆股台湾其实有很多投资人就是去溢价 买了相关的ETF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疯狂 那当然陆股开市之后 这个还是展现了蛮强的一个气势 但也有人去空 那你怎么看陆股 陆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在他们11长假黄英州之前 他们股价其实已经涨的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9月20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证指数还在2736点 但是到今天事实上 目前的一个价格其实也来到了3460 这个涨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但是大家如果去留意的话 其实今天的上证指数 它是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的AKBAR 因此整体的涨幅开始出现收敛 我想反映在国内 当然这个在昨天市场市场最关注的 那个疯狂的ETF应该是00887 就是那永丰中国科技50大 你看到昨天一口气是涨了116个percent 但今天其实也回档了大概48.49%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 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中国的救世政策 目前比较停留在 就是把资金释放给这个市场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你说真的要进入到实体经济 可能还要一段的一个时间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再加上说其实国内的这种 中国相关的ETF它都有这种所谓 溢价过大的一个问题 我建议投资朋友短线上面 就不要再急着去做追价 但无论如何 因为上任指数在 应该说中国股市在这几年当中 的确股价是没有什么去做发酵 所以后续如果说这个对于实体经济的 包括一些经济数据的一个成长的话 我倒觉得说后续在经过这一波 疯狂大涨之后的震荡整理 大家还是可以留意那个短线上面的买点 那如果说你刚刚讲陆股的一个回跌 还有港股我看也有下跌 那这些资金会回到台股吗 这个当然其实要看台币的汇率 台币汇率也是变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台币汇率其实从早盘有一度升值 但是在10点钟过后又再度转为贬值的态势 因此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资金外移的一个效益存在 但是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330的台积电 因为这个当然其实会牵涉到整个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态度 那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其实都还守在千元的一个关卡之上 因此当然资金你说有没有这个外流到这个所谓中国股市 如果单纯从台币的汇率角度来看是有的 但如果台积电的股价能够持续做撑盘的话 对于这个加军股价指数的一个影响 其实我觉得应该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那你现在这些类股族群台股的利多利空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对如果说以今天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强势的个股来看的话 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好在公布这个9月份的一个营收 那如果说我们从昨天 就是在如果它是昨天下午去开出它上个月份的营收 那通常股价会是在今天反映这样子的一个利多讯息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以营收创新高的个股来看 比如说像2363的系统 今天的股价其实是有公道涨停板 那包括像是2383的台光电 这个其实也是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营收 今天的股价其实也有出现一些谈生 那尤其是我们在观察就是在整个同伯基板 就是台光电台药跟连茂这三档个股当中 其实9月份的营收台光电跟台药 其实都是创下历史新高 因此看起来是有一些比较同族群 性都有同步做发酵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包括像是2345的智邦 这个其实也是营收在昨天公告 创下历史新高的股票 今天股价其实也往上去做走高 所以当然第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 整个9月份的营收 绞出来成绩如果还不错的 那当然这个后续大家就可以留意 那股价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的一个重点 如果说以今天盘面表现 最强势的一个主权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落在这个光纤类股的一个表现上面 因为事实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光纤个股当中包括了像是 这个3363的上权 然后包括了像是4977的重达 以及3025的一个新通 它的股价其实最终都是收在涨停板的位置 那当然一方面反映所谓的CPO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到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光电 这个台湾的一个光电周 那这一次的一个重点 它是摆在除了原本的 因为他们去年的 去年10月份当时那一次 谈到就是CPO 就是今年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话题 然后今年他们又讲到一个叫全光 全光网络 就是所有的这个 不论是你的这个讯号的传输也好 或者是晶片跟晶片的连结 未来都希望说能够以光纤 或者是光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传授 这个当然对于光纤类股来讲 我觉得还是会是一些比较加分的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稍微去关注 当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追涨停板 但是整体来讲 包括像是光环 包括像是这个 3163的波若威 其实之前股价 其实都有表现不错的股价表现 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个比价的一个效应 哦了解了解 所以现在看到的 就是9月的营收可以留意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刚刚讲过了就是好像半导体的设备嘛 光纤网路 光纤网路对 哦好 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非常谢谢我们摩尔投顾的分析师 谢明哲 明哲谢谢 谢谢 好我们看到刚刚加权股价指数 已经这个收盘了 说实在的美股是拉回的 但今天的路股跟港股都是很震荡的 所以今天的投资市场的一个情绪 大家其实波动还蛮大的 那台积电当然在法说会之前 还是有守在千元之上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收盘指数是 22611.39 下跌91.17 成交金额是3714.72亿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我们两点钟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谈一谈 我们在做我们自己家族的一个传承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点 你是要传子吗 还是要传邪呢 那至少你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的这个孩子们 就不要争吵 不要争吵 所以有人讲 其实在台湾 那么很多的中小企业 那中小企业一般来讲 就是比较家族性的 在家族性当中 这个有了钱之后该怎么分 永远都是父母亲最大最大的一个难题 所以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直播 那我们除了广播之外 有直播 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好我们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中国大陆股市涨翻天了 所以才会有 我们刚刚 不管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提一些这个新闻的状况 那么刚在股市分析的时候 也有提到 就是路股 那么的ETF 出现超涨溢价 大幅的溢价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 傻吗 就像我刚讲 变当平常150的 忽然变300块 你还是去买吗 你说这些人傻吗 他的意思又是觉得说 300块会涨到400块 这你其实用这样的一个心理去看 就是房地产也是这样子 你说这么贵了 为什么大家去买 因为以后还会更贵 可是说实在 ETF 它必须跟着指数走的 所以大陆的股市 在修饰很久之后 开盘的状况 那么绝对就是昨天 还有投资人去压住的一个关键 好 那在昨天我们就有看到 很多的这个路股 他们的分析师就讲说 我告诉你 开盘就是收盘 这什么意思 看多吗 就看多吗 好 那果然 果然其实也并没有猜错 我们先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之前是11长假 好 那在长假之后呢 开盘了 那么A股啊 好 这个暴涨 好 一成啊 好 那这个深圳指数啊 或者是互生指数 都是这个上涨的 另外创业版 那当然是比较疯狂一点 好 这个指数呢 一开就涨了这个 快两成了 18.44%了 所以呢 在亚洲 亚洲今天的股市 都是比较弱一点的 像我们刚刚讲 港股比较弱 台股今天也是下跌的 可在陆股就相对的 相对的 就比较这个强势了 那看起来 大家都会觉得说是 涨疯了 好 那因为A股在整个11长假之后 那么开市 就是红红火火的 那这个关系呢 当然市场有预期 另外一个 就是官方 也有持续做多 的一个状况了 你说11长假的时候 A股是修饰的 可是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交易所 跟券商是没有打烊的 那他们干嘛呢 开户 所以到哪去都一样 也就是说 当你股市很热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想开户 之前我们跟主老师 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有跟大家谈过嘛 就台湾的开户 这个人也超过了 这个1500万 这人非常1300万 人非常非常的多的 人非常多 就是大家会觉得 大家都赚到钱了 我怎么可以不去开个 至少我要有参与感 所以整个开户的人数 就一直在增加 那你说在中国股市 也是闷很久了 所以在很多的券商 他们开户的人数 在假期当中 听说都还是加班 然后呢 开户人数呢 也到达了 这个历史的新高 然后券商呢 也趁着11长假的时候呢 对于系统来进行一些 这个压力测试 那就是希望能够 接住这些客户 做好服务了 那现在看到了 整个的A股的一个 长假之后 表现的红红火火的 然后恒生指数啊 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也是上涨的 那你不要说 只有路股跟港股啦 在美国上市的 这个特定的ETF 那么也是上涨的 所以呢 大陆有很多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些 这个经济分析师 都会认为说 这个A股在开盘之后 就收盘了 大家可以早早下班了 就表示这个涨幅是如他们所预期的 好 另外呢 就是大家也很关心啊 很关心就是说 A股开盘之后 成交金额呢 就破了人民币 兆元大关嘛 那有很多转账的业务 甚至还卡住了 没有办法 操作了 然后那个网友就讲说 拜托你连中信 箭头都卡住 这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大的银行 都卡住了 他说百年招商证券 就毁于一个APP了 就是你钱转不出去啊 所以那个网友就讲说 我想卖 卖不了 然后呢 这个瞬间就成功了 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想卖的 后来发现赚更多了 所以也有人骂APP 也有人说 还好 这个蛮不错的 那现在看到这个鹿股啊 几乎是全面股市 都是这个上涨的 然后呢 十一长假 大陆各券商的开户数 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这真的是价量齐扬的 一个这个好状况了 所以也是真的就 到哪去都一样 就是全民就是风潮股了 大家还是觉得说 股票还是比较好赚 你每天上班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每次在看到 全民风潮股 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知道 哇 这行情已经到了 疯狂的阶段了 当别人疯狂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 小心跟谨慎了 好 这是鹿股的一个状况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 说鹿股会有 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刚才也提告 就是说 那个大陆除了这个之前 让这个资金宽松之外 他有一些官方的记者会 那大家都会预计 就是有一个政策型的一个利多 那现在这个专家也看好 就你开盘就收盘 那果然也如市场之所愿了 所以只要是大陆 这个政策上面 还是会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看了 我国的这个碳费率 昨天也拍板定案了 那么一般的费率是 每公吨300元 这个碳费 这个方案出炉之后 说实在 环保团体也不满意 经济也不满意 那大家也会认为 都都都很难 这个满各位的意的 好 欢迎欢迎理财 说话通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两点钟 我们再来谈一谈 在不管你是企业主 或在分财产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公平 无真 当然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 因为如果你有两个小孩的话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 你都会觉得你很公平 但你问哪一个小孩 他都会觉得你不公平的 好 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家来 谈一谈这个议题 两点钟的时候 好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看 那个戴德良行的总经理 严秉丽 说实在也很巧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来宾想约 他就说时间都都不上 没有没有空 有一天我搭高铁 我就碰到他 你知道吗 对 费用就说你赶快约 我有约他 说接个公 接个公 然后他就跟我坐同班车 然后我们也聊到一点 不过他那天倒是有告诉我说 那个第七波 那个信用管制 他倒觉得没这么严重 他倒没觉得没那么严重 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滥杀无辜 后来我看到今天有新闻采访他 他也是这样讲的 那对于央行 大家都会认为说出了重拳来打这个炒房了 然后这个严秉丽 那么他怎么说呢 他说天边的彩虹呢 不要追 也就是说 你现在房价如果相对是高的话 你不需要去追 那他也讲了 明年如果持续量缩的话 每个月的移转动数 如果破两万的话 那价格就会修正 那当然一般我们都有个尝试 就是你价格在修正的时候 蛋黄如果没有跌 蛋白就会跌10% 一定从蛋白开始跌起 好那如果蛋黄跌5%呢 蛋白就会跌15到20% 这为什么就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买在蛋黄区 他就比较会抗跌一点 那所以在跌的时候 你蛋黄没跌 蛋白就会先跌10% 你蛋黄如果跌5% 那当然蛋白就要跌15到20% 那严秉丽是在昨天第三季的 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回顾 记者会当中分析 他说央行出手 其实没有想象中来得重 那只是这个投机客 投资客会借不到钱而已 他说也没有什么滥杀无辜的问题 他自己都讲了 房价已经涨得太夸张了 蛋白区要卖蛋黄区的价格 面粉已经在卖面包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面粉相对便宜 面粉是独立 可是你面包做出来的时候 对那个面粉的价格 都已经在卖面包的价格 各位啊 你现在去看面包 你面包应该没有看低过35块钱的面包 你看费用还跟我说50了 对对对 因为我的面包都别人买给我 我其实不太知道面包的价格 我包包里面还有一个面包 因为我早上参加论坛嘛 我以前的制作人还塞了一个面包给我 其实我不太知道面包的价格 我以前买过 大概就差不多要四五十块 如果我们自己喜欢的啦 那我是说最便宜的 你想想看 面粉已经在卖面包的价格了 所以这个市场不是疯了 那是什么呢 那当然有点炒作的一个压力 可是说实在的 他认为啦 这个房价现在还是很高 那你说彩虹消失了 到晴朗的天气还是需要时间的 还是需要时间的 那你说他也会认为啦 年底之前房价是不会跌的 但是明年价格可能会修正 你看房地产 他都是用修正这两个字 他不会用跌的 为什么 就我们在节目当中 都有跟大家讲过 跟张鑫铭啊什么 大家都谈过了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实价登录的价格 那几乎就已经定谋在那里了 对不对 你的实价登录过去 卖到一瓶是多少钱 好六十万 你现在要卖的 你就不会低于六十万嘛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打个五折 打个八折 所以一定是修正 修正大概多少 五到十趴 每个人都这样讲的 所以过去有很多人讲说 那房地产什么时候跌 跌的时候你再叫我 我一直不认为说 我跌了叫你 人家也不会叫我的 人家怎么会去叫你 你一定要多看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刚性需求 你就是多看 你多了解 然后真的 你有机会 你就会碰到了 不然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 大张旗鼓 在那边跟你讲说 我的房价 现在打八折 你谁要来买 我跟你讲 楼上楼下就要跟你买了 我之前一个朋友 他把房子卖了 楼下还来 这是有点就是跟他抱怨说 你要卖房子 你不早点讲 我也要买 你干嘛卖给外人 所以你看现在卖房子 是这样的状况 那严秉丽有讲说 量缩价格才有机会会再降 当然也要观察一下 他觉得今年年底之前 房价是不会跌 但明年也许就有修正的机会了 好这是房地产 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一件事 就是因为那个换屋族 那你先买后卖 你是不是可以延长一些期限 不然的话 你又没有办法买 又没有办法卖 这是个大问题的 好这里上来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漂亮律师 已经到了 那大家除了可以听我们广播之外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中网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 同步都可以看到 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怎么样传子传孙 富过三代 你的这个钱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你的事业要做怎么样的分配 那么你的决策逻辑跟想法是怎样 今天都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好先换一下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 黄振勋黄律师 好黄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还有在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黄律师看起来就是好清纯的感觉 可是我刚看到你的背景 我觉得十分的强大 会计师 会计师 律师 天哪 这两个大概都是我无法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 没有您先识 你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背景 其实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我本身是有双证照的 就是这个会计师跟律师 那当时候在考律师的时候 也还蛮幸运的是律师高考的帮手 高考帮手 各位呀赶快来看直播呀 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两件事情可以说 所以你念书是学霸 大家都会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误打误撞 也算运气好了 当时为什么要修两个这么重的学程 还起来考两个证照 应该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证照 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先后顺势的 对对对 我本身其实还是法律背景的 也就是说我整个大学的期间 还有包含研究所的期间 其实都是法律背景的 那会计师其实有一点是在工作之余 因为之前就是也蛮常去办一些 就是跟财报有关的案件 对然后就是办了案子之后就觉得说 可恶我怎么可以 就是对这个财报就是一知半解 然后就去修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会计的这个课程 那修了以后我的老师就说 我觉得你好像蛮懂的 你要不要去考一下试啊 然后就在老师的鼓励之下 就想说好吧 那就去考考这样子 对所以是就随便考考就考过了 没有没有我考欸 我努力很久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努力多久 那除了你的这个两个这么强大的一个证照之外 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下那个万国法律事务所 在台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第一个就是听说没有打不赢的官司 第二个官司费用是很贵的 这个万国大概应该算是有全国前三大的这个事务所 那我们事务所里面光这个律师的人数大概也有八九十个左右 很多欸 对那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法律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 所以我们在事务所里面其实也有做一些专业的分工 所以大部分就分哪些 就是分一些商业的诉讼啦 是在我们事务所里面大概是分三个部门 那第一个部门是有关于这个仲裁跟诉讼组的 那第二个部门的话呢 就是处理比较多的一些飞送 那尤其是跟日本 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有客户要来台湾啊 有一些跟日本相关的案件的话 万国应该会算是大家数一数二的这个选择 哦 日本啊 对对对 那第三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制裁有关的 智慧财产 智慧财产权权 对 所以那个都是办专业大案子 费用就很惊人 也没有啦 不要一直这样说我们费用惊人 没有没有没有 这网友说的我只是很好奇啊 但是真的是国内 你刚刚讲前三大嘛 是是是是 好那这一次其实 我们请这个黄振兴律师来 是因为最近他出了这本书 然后你们啊应该是你们 就是我所出的这本书啊 也就是谈到吴征啊 说实在的 就这个书名真的取得真好 你说小至于一般的市井小民 那么如果你孩子有一两个的 多于一个的 就一定会真的头破血流的 有人说我又不是大富大贵人家 但是总是会觉得父母亲就是不公平的 那这本书的一个出版 是不是有你们特别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 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万国为了要庆祝我们50周年 对所出的这个书籍 也就是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刚好在上周五的时候 才刚举办了这个50周年的这个晚宴 那在这个现场我们其实就有为到 当时有到现场的这个贵宾就是准备了三本书 那吴珍是其中的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里面呢 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这几年下来 我们其实事务所的团队办了好多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经营权争夺 或者是这个家族传承的案子 那在办案当中 我们其实就看到了蛮多这个活生生血淋淋的这个例子 那稍微是有一点这个有感而发 就想说怎么市场上没有一本书 用律师的角度来切入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一些事情 如果这一些长者 或这一些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这个经营者 能够及早的有人告诉他的话 可能有一些就是悲剧或者是争夺 是有机会来去避免的 所以我们才会取这样的一个书名 就叫做吴珍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看了这本书之后 然后借由一些妥善的法律的一些规划 那让自己的这个家族传承 或者是企业的传承 可以走到就是吴珍这样的一个境地 我记得我之前访问一位律师 那当然他一直在一个大集团当中 那就是在母亲跟儿子 那当然母亲要交棒了嘛 交班 然后呢他母亲只问他一句话说 如果我跟儿子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你在哪一帮 所以吴珍这本书的话 他是希望上一代能够看了 还是希望接班的人能够看了 还是有一个这个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可以来讨论呢 我们这本书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主轴啊 其实刚好就是寻的主持人您刚所说的 用不同的这个角色去做这个他那个角度的一个切入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题呢 是专门再去介绍这个传承的工具 也就是先把这个工具大概的跟大家聊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现在的经营者可能就是正在掌权的家族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这个现在的经营者的角度来去做一个切入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有从这个接班者的角度 也就是可能要接班有意要接班或者是正在犹豫要不要接班的这个接班者的角度 那另外的话呢比较现实面的我们其实也有从一些外性的角度 比如说可能是配偶的啊或者是这个非婚生子女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女婿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多现在公司已经有在着手的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传闲的方式 所以我们最后也有从这个经理人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专业经理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介绍传承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很有脉络感 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是都是中小企业嘛 然后大家还有很多是其实是家族企业 那家族企业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传子还是传闲啊 所以我们要请黄律师跟大家来谈一谈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如果是第一败的一个创业者的话 他到底要传子还是要传闲 其实坦白讲因为过去我是当记者嘛 我也碰过很多的那个大企业主都告诉我 传闲不传子 到最后其实都传给子 对不对 如果你看这些看这些企业 其实传给子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专业经理人就会很哀怨 终究就是加成而已啊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看待传子跟传闲这两回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因个案而异的一个抉择 因为呢想要传子的前提条件是得要有子 那另外的话呢有子也得要这个子 他有这个意愿跟有这个能力 对 我们必须要很老实的讲 就是你今天经营的这个事业 其实不见得是您的小孩他所喜欢的事业 对他不见得喜欢 可是你去非要他喜欢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上一代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但我们直播还是持续进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 黄振兴黄律师了 黄律师带来他们的书叫吴珍 我们有在这个粉丝团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好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刚讲传子传闲的问题 你刚刚讲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儿子要不要吗 可是我跟你讲他也不管儿子要不要 反正你是父母亲 你就想要给肥水不入外田 一定要就给自己的孩子吗 但是其实如果假设今天你去逼迫一个人 去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话 其实第一个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人 他本身其实也会不快乐 另外就是呢 他可能到最后还是必须要有一些人来去 帮助他来去辅佐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其实传子可能就不见得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因为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 法律的配套措施上面 其实是有办法让你的小孩 是可以获得这个企业经营的结果 但是他不见得要是坐在那里做事的人 对对对 可是有一些父母亲就会觉得说 我有那个啊 我有老陈可以辅佐少主幼主啊 对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缺点啊 老陈来辅佐当然是会有优点 也会有一些缺点啦 那当然第一老陈的话 他可能就是非常懂这个企业 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些 不管是家族里面的习惯 或者是商场上的一些规则 所以有老陈的协助 当然某程度的是可以去提拔 这个二代或三代 让他更快的去步上所谓的轨道 但是当然有一个事情要去防范的 就是老陈会不会辅佐到最后 有一点想要自己成为那个主人 哎呦取而代之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当然这个就是需要老陈的帮忙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如果其实打从一开始 就不是很希望这个老陈 最后就是宣兵夺主的话 当然在一些制度的设计上面 就要先有一些好好的规划跟安排啦 而且我跟你讲 就算说老陈担心老陈这个宣兵夺主了 或取而代之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少主一上来 就先把老陈给砍啦 对不对 你不要给我当我的眼线 对不对 跟我爸爸妈妈告状 对但是这个的前提也必须要是 你今天把这个老陈砍了之后 你自己有能耐可以hold住这一家公司 因为我觉得其实股东都算是蛮直白的 尤其如果今天公司是一家上市贵公司的话 其实讲直白是有一点修饰了 我们再讲直接一点的话 其实股东是蛮现实的啦 要赚钱啦 对啦没错没错 所以假设今天呢您说 我今天把这个老陈砍掉了 然后我自己二代自己来 可是我根本hold不住的话 也就是在接手了之后 那这个营收是一直下滑的 股力越发越不好 当然在这种情况底下 股东也是会反抗的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把你推翻掉嘛 我另拥新主嘛 之类的 他只要多买一点股权的话 就可以借由改选的方式把你推翻掉 没错 所以你过去有跟上一代洗脑过吗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 传贤好像听起来就是传贤比传子好嘛 没有没有 我们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传贤或传子 因为其实在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五征的这本书里面 传贤或传子其实都是可以的选项 对啦对啦 可是我说我的前提是儿子或女儿不是很愿意 对啊对啊 所以刚主持人问我这问题的时候 您可以发现我第一句回答的就是要看二代有没有这个意愿 这样的一个二代有没有意愿 有或没有的这个结论会影响到你的下一步的选择 那我们跟大家聊聊 就是说如果让你的孩子当那个 就当大股东很好啊 就像你讲的做想我经营的成果就好了 我还不用付劳心劳累做个半死 然后还要争取这些股东的认同 那会该怎么做 那其实就是必须要透过一些规划啦 我们先举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 就是你今天如果这个小孩的部分是想要让他享有这个利益的话 那当然他的持股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量 那但是你今天如果小孩子想要享有利益的话 当然你就是要另外培养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那这个专业经理人呢 他也不可能今天是帮大家做这个白工的 所以在这个股权的设计上面 其实也要让这些专业经理人除了所谓的好的这个薪资报酬之外 可能也要有一些所谓的讲酬这些专业经理人的一些制度 可是接下来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也有持股 那这个专业经理人也有持股 到最后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比这个股数多寡之后 然后谁来抢当主人等等之类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的公司法的架构底下 其实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安排 那譬如说在我们现在公司法里面 就有所谓的特别股的制度 那这个特别股的制度讲个最简单的 譬如说你如果让这个专业经理人 他是享有所谓的盈余分派优先无表决权特别股 那言下之意的话呢 就是经理人他在分这个股息红利的时候 他是盈余分派优先 所以他可能可以比较优先来去受分派 或者是他受分派的这个比例可以比较高一点 但是他是没有表决权的 那因为我们在选董监事的时候 是必须要透过表决权 这样就可以某程度的去防免掉 刚所提到的宣兵夺主 这样的一个发生的可能性 因为其实像国内有很多都有特别股 是没错没错 那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你如果有一个孩子要接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 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要接 对不对 那你会不要不要试试看 老大做的好就给老大做 老二做的不好 老大做的不好就给老二做 还是不给专业经理人做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呢 其实在这个第一代或者是长者 他其实如果假设 本来就有心是要把这个企业 传给他的小孩的话 他要及早的去培养他的小孩 没错那因为你在培养的过程里面 平良心讲你应该就可以去感受到 哪个小孩其实是比较有这个意愿 或者是比较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人毕竟都还是不同嘛 在两个小孩的情况底下 某程度应该还是可以去区别出来 哪一个其实是比较有能力 来去经营这一家公司的 那所以呢 借由这个及早的这个规划跟训练 或许长者他自己就能够去做一点判断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啦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大集团 公司不是只有一家啦 所以某程度你也可以做一些划分跟切割 譬如说老大就是hold这一家 那老二就是hold另外一家 我们有看过很多种例子啊 有啊 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蛮悲惨的 我曾经有看过 我就以前我有去参访一些公司 然后其实我是去马来西啊 然后我后来就问他说你老几 他说我老五 然后我就说老五来马来西 他说对啊 你怎么不问我大哥呢 我大哥在美国啊 二个在欧洲啊 老三姐姐在新加坡啊 然后老四在香港啊 老五这么爱西啊 你就听得出来了嘛 你就听得出来了 他多么多么的哀怨啊 所以你想想看 也许就是说你可能 就是说在台湾啊 你觉得说或者说华人社会当中 你会不会有这种这个 你说论字论辈分啊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还是难免啦 可是真的也是有看过一些 其实不是老大来接的一些案子 而且尤其我觉得在某一些家族里面 反而有的时候最小的可能 其实是最受宠的 也有这种例子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跟 每一个小孩他的这个表现啊 意愿啊等等之类的 是会有一点关系存在的 我是觉得父母亲必须要先了解啦 就是哪有一个父母亲是不了解孩子的 好我就先了解孩子 这个还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我们待会来聊聊另外一个议题 也就是基金会 我觉得蛮神秘的 大家都不清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那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的 就是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黄振兴黄律师 刚刚没有跟大家来聊过 就传贤跟传子这个问题啊 其实坦白讲啦 就是说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今天没有涨大权 可是我一样就是我有股权嘛 那你公司如果赚钱 我一样可以分嘛 然后我也可以去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可是父母亲就可能一定要说 我长子或我长女 或者我一定要来接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是要被打破 因为我发现你说到有提 就是说现在也不见得 是一定要儿子来接 女儿接的也可以啊 或者是女婿来接 女婿来接也可以啊 所以一定要以才能为 他的意愿跟才能为前提 不能用亲情去绑架 对对 但是亲情一定还是某程度的 这个关键的因素啦 其实刚刚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假设今天 就是长一辈的 他们其实是比较倾向 要把这个公司交给这个 譬如说长子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式 那就是给这个老二 譬如说一笔钱 让他自己出去闯闯 因为有一些案子 其实这个老二他出去闯闯之后 他其实反而闯出了一番事业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也不会输给 就是老大他所接的本来的 这一个家族啊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谈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在很多的企业当中 基金会这正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 对如果你要让我选 我如果在家族当中 我一定会选那个基金会 就只花钱不赚钱的 只管花钱不管赚钱 这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企业 他们都有基金会 这基金会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 那种长江一号的那种神秘任务啊 好基金会的这一套制度呢 可以说其实稍微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大家所喜欢采用的一套制度 那主要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 台湾的公司法还没有所谓的什么 必锁性股份有限公司 这一些比较特殊形态的公司 所以当时候大家就会用基金会 这样的一套制度 那基金会呢他通常都是扮演 在整个家族里面最上层的那一个 所以主持人您刚刚说您想要涨这个基金会 就是掌握这个重中之重啊 那这个基金会呢 其实他大概就是如同一个控股公司 这样的一个形态 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整个集团是这么多公司的 那他就会一路缩缩缩缩缩缩 股权一直往上持 那持到最后最上面最top的 这个就是基金会 这其实就是在过往很多的这个集团里面 他的这个安排 我们讲一个大家都一定知道的案子 应该也是可以聊的 长荣嘛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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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荣的这个架构里面呢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 可能是长荣海运啊 长荣航空啊 但是其实他都已经算是 整个事业层里面算是第三层了 那他中间其实有先夹了一个长荣国际 在更往上的话 他其实就是夹了两个基金会 所以基金会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比较像是一个控股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基金会他还会有一个公益的一个性质在里面 也就是因为基金会就是财团法人 然后什么什么基金会嘛 所以他原则上是必须要有这个公益的色彩在里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很多基金会都是以某个名人的名字来去当他的这个标题 那所以这个基金会在往外做的这个公益 某程度的就可以让大家去觉得说 那就是这个名字的这一个创办人 他的家族正在做一个公益 所以也会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这个家族或这个企业 就是热心于公益这样的一个形象存在 但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你做公益的另外一部分 是不是要为了结税的一个考量 税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聊了 怪机师耶你 没有 我觉得 但是我想要先把我刚刚所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先把它讲完整 那现在的基金会可能稍稍微的在法律上头 就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规制 因为我们的这个财团法人法 后来就是已经是正式的这个施行跟通过了 所以现在这个基金会因为要受制于这个财团法人法 所以在很多层面其实会受到这个拘束 譬如说你的这个财产的运用啊 投资一家公司只能够持股5%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 大家会选择基金会的话 其实不见得在现在还会继续去选择基金会的这个工具 因为第一他要受到这个财团法人法的一个限制 另外就是他其实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用了 那现在不成立基金会 那他怎么样来成立一个控股公司呢 现在的话呢有一些的集团 他的背后最上面的这一个 他其实就是用我刚刚所说的 必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 那就是家族成员参加 对那而且因为必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大家光听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就是一个必锁所住的概念啊 所以讲的简单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锁给家族里面的人 那而且在这个必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里面 他可以有非常多元的这个特别股的设计跟安排 所以可以呢借由这个必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 去限制这个持股的这个转让 另外再借由这个特别股的这个设计跟安排 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权力划分 就可以透过特别股的设计然后来去做到 就很担心说家族成员当中如果我需要用钱 那我就把我的股份卖给外人啊 对不对那外人是不是可以 可是可能是不行的 因为你是封闭型的 你可能卖给只能卖给里面的人 对你的章程上面可以先去规定好 就是这个持股转让的限制 那就看你章程对于持股转让的限制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去做规定的 那如果避免就是留给外面的人的话 那你就是在章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这个秀让人必须要以 譬如说原有的股东为限啊 或必须要得到一定比例的同意啊 所以就不会是外人就是随便的可以来进来的 像做这样的一个 避所性的一个公司的话 可能就需要一些律师的角色 会计师的角色都要进来了 对 因为家族成员当中你怎么不知道 未来要出现一个 在孝子的外出一个不孝子怎么办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我们有介绍蛮多的这个传承的工具 那这些传承的工具呢 其实通常来讲都是要几个去做搭配的 也就是比较难用一个传承工具来做到最周全的一个规划 是啊是啊 因为你可能就是你一个人是想不到的 可是一个团队可能就可以帮你想的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需要有团队然后帮这个家族 然后把所有可能各式的情况都把它考量 进来之后为他量身打造 对啊因为我常常也听到很多的就是上一代的 或者是听到很多创业都讲说我自己的 婴儿怎么变成这样 他怎么样都没想到 就是他真的没想到 那的确他不会觉得他的子女会这样的争 也觉得他的确是没有想到 但是也许像你们律师或者会计师就会帮忙想到这一点 这也是关键 我们待会来聊另外一个议题 也就是你要交班给子女的时候 说实在你都是不交钱也不交钱的 这问题很麻烦的 我们待会讨论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黄振兴黄律师了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议题 也就是企业在传承的时候 不管说交给第一代第二代 或是子子孙孙又子孙 那总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爸爸老是不放心要来接班的子女 那妈妈呢就算爸爸已经退了 妈妈就来我帮你管钱 就刚刚就跟黄律师在讲 我说一个不交钱出来 一个不交钱出来 那说实在的 你这样不算是真正的放手 那你有碰过什么样的案例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我觉得要能够让长辈放手 其实就是你要让他可以信任你 也就是你第二代要能够去说服第一代 要能够让他知道说 你今天如果把这一家公司交给我 不会有问题 对 所以在第二代 他自己这个能力的具备跟培养 然后可以取信他的这个上一代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可是很难啊 当妈妈的永远都放心不下孩子啊 都觉得他做的不好啊 对那还有另外第二个层面 其实有一些长辈他会不愿意放手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他怕放手了之后 小孩就会不这么在乎他了 对 哦 嗯 对这就跟很多的 这个遗产的规划 为什么会想要到最后一刻 才去分配 怕你不养我 怕你怡气我 怕你对我不好 怕你不听我的 这其实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啦 其实这样讲大家也不会觉得哪里突兀 因为很简单的事情 我如果今天钱啊 或者是权力啊 老早的就发出去了 那都已经正式的移转到小孩身上的话 其实长辈真的就有机会会被这个漠视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对没错没错 那所以呢 呃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代他不愿意放手 某层面其实他也有可能是担心 就是自己放手了之后就不再受到这个重视 所以可能还是就算今天传给第二代了之后 可能还是要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表彰的方式 来去让第一代知道说 我们其实还是非常的尊敬你的 还是非常在乎你的 嗯嗯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啊 就是说如果你接手了 你还是尊称 他是荣誉董事长 很多都有啊 很多都有 我其实前阵子前阵子到一家公司里面去上课的时候 那他们就跟我介绍说 诶这一个是董事长 那因为我那一天就是有带了一本这个吴贞这本书啊 那我整个呢就非常恭敬的 然后就把这个吴贞这本书就送到了董事长的手上 我只有带一本哦 哦 然后结果后来隔没多久呢 又说诶我们今天总裁来了 然后我妹妹就想说 比董事长更大的总裁来了 对我手上已经没有了 这时候我就知道说 对所以一家公司里面 其实不见得董事长才是那一个最受大家尊敬的 可能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荣誉董事长啊 总裁啊 就是一些听起来就是更厉害的名字的 他其实应该才是这一家公司里面 最最最最最受大家尊重 最有实权的人 诶对耶对耶 所以你下次你要带那个好几本费用说带五本 诶那权力啊 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个无限的一个权力了 因为这是荣耀的感觉 然后这也比较非金钱可以衡量的 但钱这件事情呢 会计这件事情呢 总务这件事情呢 都要掌握在掐在妈妈的手上 其实我坦白讲我也看过这个妈妈 七八十岁了 还是握这个权是不放的哦 其实某程度来讲可能要有人去告诉这个长者 因为其实这样一直握着不放 他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能够适时的把这个权限去做一个下方 某程度也是在解救自己啊 对啊 难啊 难啊 所以你要去负责协调过 你有负责去协调过吗 这部分我们其实就是会去当那个说服的角色 可是因为律师毕竟对于一个家族来讲 还是一个外部人啦 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还是要去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才能够跟这个需要被沟通的人 最能够对上 哦 对了对了 真的 这已经算是有一点心灵层面的问题了 哦 这个难 这个难 这个难了 哎 我们待会还要聊聊一个议题 如果你就逃不了 你非接班不可 你该怎么办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黄振兴 黄律师啊 大家非常的喜欢他 就是声音很好听 又很专业了 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 可是说实在的 人生一辈子 奋斗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呢 你当你年纪比较大了 你就希望你的钱能够好好的给你的子女 然后付过三代 对不对 子子孙孙又子孙 可是说实在的 我们那么喜欢赚钱 可是有很多的纷争 也都是因为钱而来的 所以你有没有那样的智慧 有没有那个法律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真正的超前部署 就在于法律会计上面 这个上面的一个安排 我们接下来聊聊比较人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然如果有很多选择 你可能也许可以不用去接班 可是有人就是你 你就是非得要来 要来这个接班 我也有看过很多 我的那个朋友们 也有 不行要看到父母亲这么辛苦 他其实外面也是工作做的不错的 那也就回来要接了 那接说实在他也痛苦 那那怎么办 就是说 你在接班之前 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或者是说你要告诉自己 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 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就是不得不接嘛 你就是不得不接的时候 当然这个企业主 他其实就是要及早培养 他的这个小孩 我觉得及早很重要 你起码可以让他有容错率 对不对 如果他年轻犯错 你还在嘛 对没错没错 那这个培养的方式 当然在不同的家族里面 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跟安排 可是我们有看过一些成功的例子 他其实就是蛮早的 其实就让他的小孩有意识到说 他未来其实就是这个准备接班的人 然后呢 他也没有让他一口气的 就开始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高权的人 因为呢 如果让他一开始就担任这个高权的人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些基层的人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因为及早培养 所以时间还够长嘛 所以他就是从基层的地方 就是让他做起 那甚至呢 有一些训练的方式是 不只让他在本身这个企业里面受训而已 因为你如果只有在我们这个企业里面受训的话 你只会看到我们这个企业里面的一些制度 但我们的制度其实不见得是这整个世界里面最好的 通常也不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 因为一定有别人会比我们更好 所以呢 他就会再把他丢到外面的 譬如说去其他的大型公司 或甚至去到外商那个地方去做一些培养 我觉得蛮好的 你这样我可以echo到一点 就是我有很多的 这样就是小型企业的老板 他把他的儿子送到大公司去 然后你去面试 他也不帮你谈啊 你自己去 那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要丢到大公司去呢 他说去学制度啊 他说我公司不会这么小啊 那如果他以后要让他壮大怎么办 对我是觉得他自有格局的耶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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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是要自己有亲身经历过了 才有办法就是学习到那一部分的这个能力 或者是智慧啦 就是光凭空想象 其实真的就跟学习到经历过的这个 还是会有一点不大一样的 所以如果能够让他就是及早的 不管是从自己企业里面 或者甚至是从其他企业里面 然后实际的亲身的去经历过 让他身上其实已经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 这样他在未来接班的时候 他其实可能就会觉得说 好吧反正我也都训练那么久了 我也都准备好了 那或许在接班的时候 就会稍微的比较心甘情愿一点 或者是父母亲你应该学会 就是先把你的小孩先外放出去 对不对 刚刚讲了不管大公司不管小公司 你自己去闯一闯 我曾经也看过很多人就讲说 我又把我的老板fire掉了 他们就说真羡慕啊 你有这么好的爸爸 对不对 你常常可以fire你爸 对不对 老板对我们可不行啊 你把老板fire掉 对不对 你要再去找下一个工作 其实你是困难的 没错没错 到大公司去历练 又或者是说人家讲一子而交 你就换到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产业 然后让他去磨一磨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有一些功课你必须要早一点做 然后呢你要让你的爸爸 就是说你的你的上一代觉得你是合格的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如同您刚刚所讲的 这个不愿意放手 其实某程度来讲就是长一辈的人 可能觉得现在自己的小孩还是不大合格的 对所以早一点训练他 让他可以早一点达到那个合格的门槛 或许就可以让上一代的人 就是比较愿意早一点的去放手 然后另外我觉得现在 就透过你们这本书 当然就是如果你愿意传给儿子 早一点栽培 对不对 早一点培养 又或者把他外放出去学习 这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果儿子真的没兴趣 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看到 就是你要怎么样尊重专业经理人 不是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这样不好 对不对 以前有很多的就是说会雇一些掌柜嘛 对不对 然后掌柜可以帮你赚很多钱嘛 不是有看过很多那种剧嘛 对不对 然后掌柜就开始心就很大 就想要把家业吃下来 说你们家都全部都靠我的 所以这也是要靠法律来防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一些法律上的这个制度的设计 可能可以让这个专业的经理人 他愿意为这个企业就是奉献他的心力 可是某程度的也可以去防免他 就是最后把这个企业纳为己有 所以我就给你足够的金钱的报酬嘛 这样的一个对价关系嘛 也许你觉得我不削这一百 但我如果给你一亿的时候呢 你就会心动哦 对不过还是有另外一个因素啦 就是在挑这个专业经理人的时候 当然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本性的部分 当然企业主也是要看清楚的 也就是说当然你要去挑一个 将来想要把自己的企业据为己有的可能性 比较低的这个经理人 就是在一些 谁看得出来啊 其实在一些相处的过程 某程度的一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长一辈的人 他们就是看过这么多人 他们世人的能力其实是蛮好的啊 这我觉得 有一点困难 所以基本的这个法律的配备 当然还是要的 可是如果在你有人可以挑的时候 你也很会看吗 我吗 我就不是企业主啊 要帮忙看看啊 当然我们其实 这就很像市场有人会问我说 你今天在接案子的时候 你真的都觉得这个人在跟你说的是实话吗 对耶 对啊 所以其实当律师也有某程度的 是在做看人的一个动作 你会知道你今天客户跟你讲的 到底是真真假假假假真正 人明明就是他放杀的 明明就是你放的火 然后你还不承认 我还要替你找理由 没关系我们万国没有办这个杀人放火的案件 对我也会有这种疑问 就是说我会常问我的律师朋友 然后他当然就不理我 他当然觉得我就在吵查的 不过说实在的 我觉得我还蛮会看的 如果你们不会看 你可以找我看一下 反正我就不喜欢的人 我就不会防 对就这样子 谢谢那我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受访 就是我不喜欢的我就 我就不防 也许我会错杀 可是我就不防 可是我喜欢的人我就觉得很棒 对啊 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有某程度的可以去试人的这个能力啦 尤其是老一辈的企业主 他们能够经营一家大企业他一定见人无数嘛 所以某程度的他当然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初步的这个筛选啦 好我觉得吴珍这本书有人也讲 就说我又没有那么大的家产 我干嘛看这本书 要你如果那个有个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的 你就得看这本书 你要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样那个确保你的财富 然后可以传到孩子的手上 那如果你有企业 你有这个家族的一个产业的时候 那你要做怎么样的思维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提到非常多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思考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 今天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 好声音真的也很好听 谢谢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黄振兴 黄律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下次要再来 有机会一定 真的吗 对 好谢谢黄律师 我们跟大家拜拜一下 拜拜 谢谢拜拜